如果回去大家有時間的話可以先大家了解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檔案 因為.html直接傳到雲端 它會自動把它轉檔了 所以會亂掉 所以我放在上面的是一個壓縮檔 所以請各位看一下 在那個雲端上面這邊是read.html.dip 所以請各位按右鍵把它下載之後 可能還要再做解壓縮動作 這個我建議是把它剪下來 放到哪裡? 放到我們那個城市的根目錄吧 然後把它解壓縮 那解壓縮之後的話 接下來各位可以看到 解出來之後在這邊就有個read.html 然後請各位直接把它打開 不過打開我建議你可以用用Chrome打開 打開有沒有它就html 它就把它當一個檔案打開 那接下來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們要的資料在哪裡 其實就在這裡 在這個區塊 有沒有日期 然後它的什麼台幣NT$ 對上US$的匯率 然後2018的時候 6月26號 那時候還有30 哇 現在才剩27 所以是如果那時候買 放到現在 等於已經賠了 大概 快到10%了 所以 好 那如果不賣 當然就沒有賠錢了 OK 那看到會再漲回來 看起來好像現在台幣都很強 所以理論上還要放很久 好 那假如說我今天要抓這個部分的資料 那怎麼抓 跟各位講一下 回去可以試試看 以後你們只要看到網頁 第一步呢 按右鍵 比如說我要抓的資料呢 根據這個題目 它要的範圍是在哪裡 在這裡有沒有 日期 NT$ 底下的東西 那我們打開之後的話 你在這裡 請你找到你要的資料的左上角的位置 然後按一下右鍵 慢慢習慣 按右鍵之後 你要找的東西 按右鍵 會有個檢查 慢慢習慣 檢查的這個功能 選取 按右鍵 檢查有沒有 它會在右邊跳出這個框框 那右邊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指的是 這個網頁HTML的原始碼 那我們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要找到它的 所謂的標籤 那標籤的話呢 一定是小於開頭 尾巴是大於結束 有沒有 那我要找的 你會發現哦 比如說我要抓這個資料 它在TH裡面 那再往上一層的話 你會發現哦 主要一般這個是 像這種 是個表格式的資料的話 通常哦 會是放在這個 小於table裡面 有沒有 然後後面的話 它會有個class class的名稱就是這個 叫Data Table 2 所以呢 如果你要抓取的話 以後呢 你必須要找到這個特徵 也就是說哦 網頁裡面啊 不需要從頭到尾 把它看過一遍 不用啦 你第一個先找到 你最關鍵的左上角 這個哦 按右鍵 檢查一下 然後呢 一般是找 如果是表格 通常是table 那table裡面的話 也會有個名稱 比如說 class這個 那它的底下哦 如果是一列一列的話 它一定是一個什麼 TR有沒有 TR就是一列 這個一列有沒有 然後呢 這個TR你可以再展開 展開裡面的話 這個是TH TH的話是head 就是tablehead 然後我們要抓裡面的資料 這展開這個的話 TR裡面有個TD 所以理論上哦 這邊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這個關鍵的 這個標籤 table tr tr th 這個背後的東西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就把這一集裡面的所有資料 通通把它抓回來 但是這個地方是個檔案 所以你們其實可以再找找看 我發現 你搜尋一下它這個關鍵字 新台幣對什麼 美元銀行這個匯率按右鍵 搜尋一下 好像也可以找到什麼 找到這個 這個是不是中央銀行 好像也會找到中央 在這裡 這個是它原始的資料 那你也可以把這個原始資料 的匯率也把它抓回來試試看 檔案變成那個網頁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你們先抓一下那個 我是放在 就是我們Python3的那個 擷取與分析證照裡面 有一個 read.htm.zip 然後記得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裡面的話 就有個htm 先把它打開之後 按右鍵 記得選取按右鍵 檢查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 相關的這個標籤 但如果你對於這個標籤 假設不熟悉的話 我建議各位可以 在雲端白板裡面 找到這個 第0604 我上次上課各位講過 0604的話 就會有 好像我給各位兩個連結 等於有點像是電子書 你們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htm的基礎 然後 後面的話 基本上 我們主要會利用什麼 所謂的 BeautifulShip 裡面有兩個重要的方法 一個叫 fine 一個叫 fine fine fine的話是 只找一次 fine all的話是找全部 好像剛剛 table是只有一個 所以我們用fine 如果 tr 有很多個 那就用fine ok 所以 其實也不複雜 主要是掌握那個關鍵 先找到標籤 再利用對的方法 就可以把你要的資料抓回來 ok 最後就是把它存成csv